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支影片 我是Future Outlier 我們正在往海外工程師的路上 EP1 那這支影片我想要談談 如何認識達成你目標的人 然後值得你學習的人 然後第二點是 開圓兩個月 70個contribution的心得 第三個是 沒有上Fan 也就是Google,Microsoft,Amazon 在台灣實習的優勢 那我覺得我的案例可以 給到很多人的啟發 因為作為一個大四的學生 大部分的人最多就兩份實習 對 已經非常非常厲害了 我有四份 那我做research 弄AI 然後去Software Engineer也做了兩份 大部分的東西該經歷的都經歷過後 我覺得我現在要挑戰 直接出國工作 那我覺得我的案例可以 帶給很多人希望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講講 如何聯絡人脈 你也可以理解成如何認識 已經達成你想要的目標的人 對 讓他們來教你如何達成目標 好 那我這部分消去兩個例子 一個是現在在國外 擔任軟體工程師的周鼎萱 然後一個是現在在台灣 擔任軟體工程師的林雲平 兩位都算是學長 反正就是前輩的關係 這樣 然後也甚至都給了我很多幫助的貴人 好 那我先講周鼎萱做了什麼事 我在大聲大聲的暑假的時候 我有一天在網路上突然看到有一個台灣人 大學畢業 然後就到愛爾蘭的Amazon擔任工程師 然後我覺得靠 這個太牛逼了吧 就是發自內心的覺得牛逼 不過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一直以為如果你要去那個地方工作 你就要去那邊讀書 然後再在那邊找工作 那這是一個很耗成本的一件事 然後也很耗實驗的事 因為如果你是 你有一些軟體工程的經驗 然後你有一些實習的經驗的話 你可能就會知道 除非你是要走research的路線 不然基本上軟體工程師 大學畢業就可以當了 甚至讀個一兩年 然後你去做很難的project 或是去做很難的urban source 你直接從裡面 直接從裡面淬煉 然後直接變成強 其實就有工作能力了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那麼久 所以其實以時間的角度來說 你去那邊讀書加花錢 是很耗成本的一件事 對 那我覺得他真的太厲害了 所以我就直接寄信給他 那時候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付你台幣1500 買你一小時的career advice 對 我就直接寄信給他 然後他沒有收我錢 然後他就給我超多指牙建議的 我那時候只有決定 大三那一年要投intern 然後把一些公司先在令印上列下來這樣 我那時候最猜的點就是 因為我經歷太少 我沒有辦法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再來很多問題 我也不知道我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的方向不對 或是我的認知不夠高 我知道不夠多等等的 他都很nice的直接跟我講我的問題 或是我該怎麼想 我就非常感謝他 因為跟他的那一通電話 然後後面引發很多連鎖效應 也到我現在可以做開源 然後已經第四份工作 又有很好的工作能力 我很確定大學畢業 就可以有超過美國junior level engineer 以上的能力 對 因為跟他的那個電話引發到現在 所以非常感謝他 那 第二個案例是 雷仁平同學 那雷仁平同學 他大學期間 有待過google intern 我在大一下那時候開始寫日記 就叫做我google的路上 然後寫到第六百多天 然後到我念google 那第四五百天的時候 我在linkin上看到 靠這個人 大學有在google intern過 然後我就 直接傳訊息給他說 嗨 那個 我覺得你可以大學可以進google 蠻厲害的 我也想進去 我盡可能讓我自己每天都nb 你可以看我的medium 我確實沒有太多厲害的背景 所以我只能靠這個點來讓你知道我有多想要 我那時候想傳達insta還是這 然後同樣的訊息我傳給了至少30位台大志工 有在google工作或是在google intern的人 反正總是這位雷仁平同學給我非常詳細的幫助 就告訴我大家要怎麼準備 然後要注意什麼等等的 然後雖然最後我自己因為刷題刷的不夠多 然後不夠穩這樣 沒有拿到機會 但是我很感謝他就是讓我對這個目標毫無遺憾 然後嘗試完可以完全放下 那這兩個人都給我很大的幫助 如果你的環境真的沒有這樣的榜樣讓你學習 你可以寄信給打成目標的人 不要怕失敗 因為假設那兩個人也都拒絕我 然後另一種只要還有其他人我都會密 我都會繼續執行然後繼續去嘗試 有時候可能我密前十個然後他們都沒回我 我可能就會檢討說是不是我訊息不夠禮貌 我是不是太隨便了 我是不是傳訊息可能因為他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不夠吸引對方 或我是不是價值不夠等等的 我就會邊檢討邊出手 然後不要怕 我就一定找得到的賣 因為你只需要成功一次 好那接下來我想講一下 我在開園這兩個多月 超過70家個contribution的心得 那首先一開始我做一個新手 我就開始 開始有點像是他們的documentation就像一個藏寶地圖 然後這個藏寶地圖我就進去 然後就是什麼跟著探險啊什麼的 有什麼功能就玩完看這樣 那玩的過程中我發現這個藏寶地圖 並不是那麼的完整 然後他有一些可能有錯字啊 我可能可以當英文小老師去做他們的錯字 然後去改那個documentation 然後有可能是我發現他們 他們有些東西講的不夠好不夠清楚 我有一些東西有一些小失誤寫錯了 然後我就去改 我很印象記得第一個 一個比較不是英文小老師的pr是 我看到他們有一個merge source的範例在open source上 他那個code寫錯了 就他們有一個array然後是激素的 然後假設3好了要猜成1跟2這樣 然後再merge source下去 他猜成1跟1 然後有一個element直接完全被遺忘 對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寫錯了 我就改了那個範例 然後算出我的一個pr 這樣 就第一個禮拜就 就是 做一些比較 輕鬆的事情 對 那接下來呢就開始接了一些feature來做 那我目前做了 兩個很大的feature 然後目前第三個正在進行中 然後還有一個中等的feature 這樣 然後還有這支影片 就是這支影片是 Flight Contribution Guide is All You Need 就是教大家怎麼去set up 我這個open source的環境 對 那我目前學到最大的感想就是 我終於學到大型後端系統 大概是怎麼做的 我很幸運有一個很好的mentor 叫做舒環萍 然後我等一下就叫他Kevin Kevin他告訴我過 大部分的後代系統之間90%都沒有差很多 對 所以你學會一個等於答辨天下 我之前所有的intern 你隨便run一個function 或是你要改一個功能 你基本上看五個file以內都能解決 對 連我一開始做的feature也都是 但Kevin assign了一個 至少看20個file 你才能真的理解 然後整個程式碼 整個功能要怎麼做的一個file 對 那這時候就很考驗你trace code的能力 你考驗你對系統 怎麼去想系統這件事 對 我也印象很深刻的 有一次是我卡了一個feature 一個想不通的點 卡了快兩個禮拜 然後我就算用了debug 我還是找不到 因為太多 太那個目標太零散了 我根本不知道哪個是重點 然後Kevin就跟我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直接看完的話 你可能要去猜說 我要實現這個功能 我這邊要input什麼 然後這邊output什麼 那我也做到這件事 我要怎麼讀寫資料 對 那如果要讀寫資料 我又需要什麼 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 帶我走完整段過程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 一步一步很有耐心呢 因為大部分美國的公司都會 因為現在非常內捲的狀況 大家都會想要一台完整的 完整的乏力 完整的跑車 或者完整的 反正就是不想要破頭爛鐵 就是想要你已經很厲害的 直接來直接上手 然後我跟你講一下大概怎麼做 你就要做得出來 大家比較不會想要就是 願意從你開始慢慢帶你 而Kevin哥 我認為身為一個好的mentor 最重要的這個點 就是你要願意從你開始帶 那個新手 然後要願意有那個耐心跟愛心去包容 那Kevin哥在這一點 我認為是做得毫無保留 不留餘力 非常感謝 那我這邊也可以提到一個 很有意思的點就是 在ProvenSource裡面 我第一次要做至少切射二十幾個file的 一個feature 那這個時候就是 你的難度開始上升了 而難度一上升 這件事情就在放到我這個人 在軟體工程上的缺點 例如我trace code 不夠好 然後我常常開發功能 都不看別人test怎麼寫 我常常就是寫完 想辦法讓test有做出來就好 然後有過那個覆蓋率就好 對 但這長久以來 並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就是有些人開發是先寫test 先想好使用情境 然後再開發 然後我之前也沒有看別人test怎麼寫的習慣 因為二十幾個file 你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加一堆print 這樣 然後你可能就要 有時候你看不懂 你就要用看test的方式來看這個file 到底在做什麼 又或是熟練debarger 然後你可以看出那一層的function code 然後所有變數到底是怎麼做的 對 那我很開心就是他們有給我這個任務 讓我變強 對 基本上我很開心這件事 因為如果我去其他地方intern的話 在台灣基本上沒什麼check 會有那麼好的訓練了 我覺得如果是對實習來說 通常不會讓實習做太難的東西 但他們因為是open source 然後又是偏新創公司的性質 他們直接assign一個重要的feature給我做 如果我做出來的話 直接起飛 然後我可能會在link-in上 直接開始吹一波我的feature 當然還有感謝Kevin 然後讓世界認識我 對我就打算這樣做 不過這功能還在開發 那我總結一下做開圓這件事 首先就是他沒有學歷的限制 這點我太喜歡了 就是多少台灣的公司 還是會比較會看中學歷 或是有其他因素 開圓完全沒有任何學歷 對種族性別的限制 讓我可以做到 學到這麼多東西 然後很感謝開圓給我一個舞台 一個機會發揮 讓我即使沒有拿到我原本 理想心目中的職缺 但是我依然不會浪費掉我那個可以進步的時間 那第二點是 其實我做下來的感覺是開圓沒有大家想的那麼難 你可能會想說 有些打公司寫得很爛 什麼什麼的 但他們的co-review都是非常嚴格的 也就是說 其實它是有 你只要找到那個pattern 那個規律 開圓專案的規律 例如 可能他們怎麼 怎麼build image 可以去Github workflow action 怎麼設定看 或是 你要links的時候 可能可以看mink file 或是其他一些yaml檔 等等等等的 對 其實都是找得到的 然後加上我現在的open source有一個很好的community 只要問問題就會回 對 即使你問的東西再笨也會回 這樣 然後所以即使沒有mentor 我認為要從零開始上手 絕對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過Kevin哥是真的幫我加速了非常多的 我每次最常問他的問題就是 你這個東西做出來了 那你是怎麼做的 然後我做出來了 我們可不可以做得更快 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優點 就是他給了我很多在軟體業上的自信 你去其他地方intern的話 往往公司不會拍給你太重要的事情 那open source的是 你願意幫忙我們就超級感謝你 你不想打砸 完全沒有關係 你想做什麼就可以做 對 除非是超級大型的專案 那又是例外 但如果不是那麼大型的專案 他們你只要願意幫忙 他們都非常非常感謝你 那因為我知道我來這邊要的是什麼 我捨棄了有薪水的實習 我來這邊就是 我等於假設我實習 可能一個月可以賺 4萬塊 那我一個月花4萬在學open source的 裡面能學到的東西 我能不努力嗎 然後一定是要挑戰自己去學 能夠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 software engineer 的東西 所以藉此也要選更難的挑戰 然後用它來教會我很多事情這樣 對 我真的就是在這個過程累積了很多自信 甚至就是自信到我覺得我大學畢業當完兵 就算大學畢業那時候沒有工作 我當完兵直接找一定也是找得到工作 可能最我最多就是被警器影響一下下而已 而且我覺得我覺得只要持續做持續變強 工作會來然後實力會來 我就變得非常非常有自信 兩個月前我對找工作超級焦慮的 因為我一直在準備刷題 我一直在準備要背一堆OS 然後網路C++的一些知識 又是不常用的知識 因為可能被考到 然後你要想辦法在面試中表現100分 我覺得這個順序不適合我 所以很多人都以這個方向準備 刷題 然後持續界的知識這樣 對 但我覺得這個順序不適合我 我覺得面試能力應該要60到80分就好 而你的實力要能夠往100分走 越高越好 而當你能夠用這樣的模式去找到工作的時候 通常會有更好的offer這樣 就我對整個擠壓 然後我在這個順序上看過大小的人上 再來就是我最近 每兩個禮拜12點到1點會 美國西亞圖那邊的Software Engineer 也在使用這個open source的公司們開會 然後可以問一下 你們有什麼需求 你們最近對這個open source有什麼看法 然後透過這樣練英文 然後去真的跟國際接軌 接著去看一下國外的工程師在想什麼 然後去練自己的英文表演能力 所以我只能說open source 雖然是沒有錢 但是給我很多的成就感 非常感謝 感謝Kevin 感謝open source 感謝嘉平 感謝原來是你 OK 那如果對參與開源專案有興趣 但需要mentor來帶 或不知道怎麼開始的話 可以進來原來是你的群組 那我們明年可能還會在半一期 有mentor來帶學人的活動 可能其中一個專案會是由我來帶你們 來做開源專案 還有Kevin 還有一些厲害的前輩們 那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追蹤我們的粉專 除此之外 最近每個禮拜六 還有早上10點到10點45台灣時間 會有一個ML Infra相關的talk 在原來是你上 那大家可以從中學到非常多東西 像是現在矽谷那邊 為什麼Google Cloud 現在全部都只報ML Infra相關的後段要怎麼做等等的 會告訴你現在這個世界的趨勢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進來這個粉專來看看 好那再來我想聊聊沒有上Fan的優勢 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會像我一樣沒有拿到Fan的實習 就以去年來說 就我所知是不到50個台灣人可以拿到 每一年台灣都會有30位左右 支持奧林匹亞的進入選訓的人 所以可能這50先減30 然後還有20個人 那你要怎麼從這20個人脫移而出 又有台大海星交流很多怪物 我想說絕大多數人都不會上Fan 那你要怎麼把這件事變成你的優勢 要怎麼打這副牌 首先第一個優勢是 你可以有沒有上大公司的難過和不甘心 它真的是上天事雨的力量 它會給你很強的動力 在你的下一個目標上 舉我的例子來說 它讓我在台原有很強的動力去做貢獻 那因為我沒上 所以我可以一直告訴自己 我還想更好 我想要大學畢業找到工作 拿到的結果 比去Fan的實習還好 甚至學到的東西也要 我想要超越那樣的自己 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那再來是我想分享 我很喜歡的一個企業家 叫做Roland 他曾說過的一句話 他說過二流的人 會被外在環境影響 一流的人不會被外在環境影響 而超級一流的人 會反過來利用外在環境 那我認為 當你沒上Fan的實習 你把這股能量 投入OpenSource 或投入其他 可能是Research 等等的其他目標 然後做出真的是 很輝煌的結果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成功 不用覺得沒上Fan時期 就世界模式 因為我曾經就是這樣想的 但我有找到其他目標 然後又繼續游望之前 對